今天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即长春航空展在吉林长春开幕 空军多支飞行表演队 进行了精彩的特级飞行 歼20、月20等空军主力战机亮相 备受瞩目的运游20 也将首次进行地面展示 我现在是在长春的大房山机场 刚刚在这里进行了 一个多小时的飞行表演 给现场的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在开幕式和跳伞表演之后 天之翼飞行表演队的 9架初轿6表演机 以钻石编队飞向观力台 1962年定型交付使用的 初轿6飞机已经服役60年 被称为中国飞行员的摇篮 随后的红鹰表演队 驾驶8架轿8飞机 以8机钻石对金斗 双机对冲 丘比特之舰等21套 刺激连贯的特技飞行动作 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被称为中国蓝天仪仗队的 八一飞行表演队 驾驶着6架歼10战机 晋舞苍穹 展示了6机分组开花 双机高速对头交叉 4机编队横滚等特技动作 尽显力量之美 速度之美 惊险之美 这次参加航空开放活动 共有30多架飞机 参加飞行表演 其中包括最受瞩目的 歼20运20的空中展示 歼20战机 以大速度低空通场 进入观众的视线 上升急转 大坡度盘旋 带起落架盘旋等 五套动作一气呵成 充分展现了歼20战机的 卓越性能和飞行员的 高潮技术 运20战机来自空军 第一支列庄运20的 航空兵部队 向公众展示了 多个单机的飞行动作 说到20家族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还有运20的地面展示 这也是它首次 向社会公众展示 这次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将持续到8月30号 这样的飞行表演 也会在每天上午进行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